手伸进200度高温的锅炉一番 邓女星已经迅速判断茶叶收干的程度 水分收干的时候 叶远就会有点刺刺的 一有刺手感 代表茶叶去除轻味的杀青阶段完成 简直着包不闷制 你要让它变暖 我们才可以揉捏 要不然它那个芽叶会破掉 会断掉 接着揉捻 干燥 等待烘焙 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茶叶发酵的程度 重发酵到60%靠拿捏 而采的茶青大小也影响茶值 这个去比赛大概 本级大概就是到优良茶而已 烘焙中的顶级碰风茶 茶青明显小得多 邓女星和弟弟邓志仙 都拿下顶级茶的肯定 是从小跟着父亲做茶的经验 茶做到香的时候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累 父亲认真的态度成了姐弟俩的范本 一家人拿到的比赛奖牌多达600多面 碰风茶 阳明过季 真的是奖牌太多 他只能堆放在地上 为什么 你们变成常胜君 用我做豆腐 什么做 怎么做到的 努力 努力 还有些细节要补强 姐弟俩进一步完成茶叶生产履历 实践父亲说的老实做茶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规划一间新的茶厂 就是可能会配合就是 现在新的那个茶叶感厂的制度 就是工厂要卫生安全化嘛 就是茶青古洛冰那些 有人以茶王来称呼顺果权 所以像集邮一样收集他历年的茶 靠茶厢他不只培养了很多的客人 他也留住了一对儿女接棒 而这新一代要让钟晓晴的茶厂 茶香不变 但规模越来越大 用人做豆芽 三王洲 用人做豆芽 三王洲